今天我们吃什么 已经是双酱了 今天我们就做红焖羊肉吧 上海好像以前11月份还能穿短袖 但今年冷得特别早 羊肉暖乎乎的 最适合这种天冷的时候了 哇 好香的花生味 对啊 这个是花生人油 会比普通的花生油更香一点 用花生油好 羊肉的善味会被香味盖住 它在加油前去掉了花生的红皮 就没有炒制红皮产生的焦糊味 做出来的菜就是那种香甜的味道 难怪最近的菜更香了 羊肉就是要炒到这种焦黄的 再加酱才会好吃 这种有点焦的颜色在闽南鱼里焦 啊 怎么这么可爱啊 那闽南双酱的时候吃什么呢 我们吃柿子 小时候外公会在双酱的时候 买那种又甜又糯的柿子 给我们小孩子吃 因为说双酱吃柿子 不会咳嗽和流鼻涕 羊肉就是炖的这样软软的 会特别好吃 并且之前恰恰的部分 会把油逼出来 就不会油腻了 双酱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了 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接下来我们多吃一些暖乎乎的东西吧 今天我们做什么 腊肠煲仔饭怎么样 煲仔饭是不是很复杂 不会啊 你看今天我只用了一种调料 锅底多刷一些油 我喜欢用芝麻油 会比较香香的 大米要提前泡好 米要沥干后再下锅 对不对 两杯米加三杯水 一比1.5的比例 开着锅盖大火烧就好了 我特别喜欢宝仔饭的锅巴 因为小时候其实并不爱吃饭 但锅巴却有一种零食的感觉 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干了 听见琵琶琶琶琶声 盖上锅盖 再烧2-3分钟 你喜欢的锅巴就出来了 就是现在对不对 对 你听这个琵琶的声音 现在锅里的锅巴已经在形成了 除了腊肠和鸡蛋之外 也可以加排骨 牛肉 喜欢的话 鱼片和虾都可以 宝仔饭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要熬酱汁 对不对 对啊 像生抽 老抽 蚝油 糖 这些都要按比例调配好才好吃 但现在有离锦器包仔饭酱油 开盖就能用 就不用调配了 还可以少刷一个碗呢 原来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而且味道鲜鲜甜甜的 特别好吃 一下就变成有灵魂的广式包仔饭了 小青菜用这个包仔饭酱油 肯定也好吃 走了走了 开饭了 怕 será吗 急便 collaborations 可能要кую 不知道 就算了 他们给逻辑